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里更西饰演的沈默将面临梦魇般的生活了 他大爷大娘来了 而且他这位大爷完全就是一个变态啊 按照剧情的设定 是沈默的父母早亡 大爷大娘收养了沈默 这里有两种可能 就是沈默和大爷是有血缘关系的 另外一种就是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是沈默是大爷认识人的孩子 大爷收养了沈默 并且给沈默改了名字 原本沈默不叫沈默 但不该论是哪一个漫长的季节中侯颜松饰演的大爷 给我的感觉不只是变态的色狼 他可能还有着恋童癖 大爷上线后 在宾馆床上 坐在沈默的身旁 拿着指甲刀给沈默修理指甲 那画面就让人有抵触心理 不得不说 侯颜松这个演员可以啊 其实第五集里 他对沈默有做过什么过分的举动吗 其实是没有的 但你就是更能感受到 李更西饰演的沈默 只要和大爷在一起 就无时无刻感受到精神和肉体被摧残的恐惧 这种折磨是极度痛苦的 因此可以看到 沈默面对大爷 眼神里的愤怒只能被恐惧压制着 他只能服从 漫长的季节 钟侯颜松饰演的大爷 给沈默买裙子当生日礼物 沈默向说回寝室换 但大爷说就在那换 我严重怀疑 沈默小时候 大爷就当面让沈默换过裙子 沈默换上裙子后 大爷可不是看裙子是不是合身 更像是在把玩一个玩偶 小花边 你小时候多好看 像个洋娃娃 这就是漫长的季节 钟沈默大爷说的话呀 尤其是 他经常拿着那个指甲刀 经常修理着自己的手掌 或者是沈默的指甲和衣服 这种感觉 就是他把沈默当玩偶的感觉 大爷只是希望沈默完全听他的话 可能大爷没有性侵过沈默 但绝对猥亵过 沈默只是他的一个玩物 他不允许他仍然指 可以看到 漫长的季节 第五集最后 李更西饰演的沈默看望电影出来 看到了大爷就在门口 此时小星星的钢琴曲响起来 我严重怀疑 沈默第一次被猥亵的时候 就是他谈小星星的时候 沈默见到大爷 他是十分恐惧的 画面构图有一个预示 就是别看沈默周围是人来人往 但没人可以帮助沈默 大爷虽然和沈默还有一段距离 但他的影子已经完全把沈默包裹 这也是沈默逃脱不了的炼狱 而漫长的季节的预告里 似乎传递出一个事实 就是被杀的人不止一个 个人猜测 这大爷大娘最后应该是被杀了 大娘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大爷强迫沈默换裙子的时候 他就在一旁装睡 心里很清楚大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反正对外 大爷就是保持着大善人的形象 对沈默 就以养育之恩给沈默套上束缚 搞到得绑架那一套 如今沈默身边有亡羊和副卫军 个人猜的 是一次大爷欺负沈默时 副卫军或者亡羊出现了 失守杀了大爷大娘 之后沈默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 对部分尸体进行碎尸 之后他沈默失踪 刻意制造成沈默被杀的假象 那个年代 DNA技术还没有推广 很难检测出尸块不是属于沈默的 之后沈默就该了身份 继续活着了 没人知道它的存在 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法医经过初步判定 认为尸块是属于一个年轻女性的 沈默大娘可不年轻了 那么是沈默利用了什么手法 让法医对尸块走出了误判吗 还是说被碎尸的 真的是一个年轻女性 那么案情就还有其他隐情 总之 个人认为沈默和傅卫军都一直活着 沈默是通过碎尸案 假死脱身了 傅卫军就不多说了 应该就是第一集里 找小路买药 没说一句话的人 也是最后设计害了小路的人 范尾饰演的王翔一直在寻找着他 沈默的话 可能做过整容 活着只是单纯的改名换姓 在其他地方生活着 毕竟那个年代 伪造身份要比现在容易得多 漫长的季节 预告里 不就是有一个类似的人吗 一个女孩 看演员表 这个角色叫烟红 这烟红的名字和沈默放在一起 总感觉有些关系一样 会不会他就是改名换姓的沈默 一直活着 等到王翔等人查明真相的时候 沈默也就会出现了 而漫长的季节 钟王阳是死了的 范尾饰演的王翔 是在桥上和儿子谈心的 也就是那座桥 便是王阳死了的地点 这座桥 王阳带沈默来过 他还说过什么 自己跳下去没淹死 就是命好之类的话 可以说 王阳的死 必然和沈默存在着关系 他可能就是为了沈默而死的 别最后搞一出 王阳替沈默复卫军顶罪了 他成为凶手 最后跳桥自杀的戏码呀 这座桥